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豪诚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邱建豪 我刚上来看了一下 5万7今天的数字 吓不吓人 最近都是因为疫情 最近都是因为疫情 所以但是你别担心这个盘 这个盘我认为 我当然来跟你解 我认为这个盘 有机会好不好 有机会 来你去看 我们看这里 今天开低走高 这算开低走高吗 不算 一根10字可以小十字 但是量缩 所以我认为这个盘 有点杀不下去的味道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机会这样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这个盘短线如果反弹 你真的要早点出 这里是反弹 你不要觉得这里是回升 你不要觉得这里是回升 这里没有那么乐观 但是这个反弹 幅度应该也不小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你不用担心了 来看这里 这是lite 我希望你们都去加入 都去加入 你们都去扫 如果不会扫的 这里有搜寻的 搜寻的代码 再来 美股盘后说什么 道琼连四黑 怎么办 但是昨天科技股是涨的 可是你看 我们今天撑盘的要角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发现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你知道吗 台积电今天撑着 台积电今天撑着 今天盘虽然最后还是跌的 可是台积电撑着 联发科也是涨的 所以等于说什么 这个盘是由大型股全值股来撑 那这个盘就有机会反弹 这样你懂吗 来你看我们看联电 你注意看 我觉得联电最标准 联电是最标准的导型反转 你注意看这里 导壮有没有 导壮然后横着走 你看大盘是这样跌 大盘是这样跌 你有发现 你有发现联电 它是横着走 所以等于说什么 这一波的指标 应该由联电来发动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这个盘 我认为是有机会往上的 好不好 有机会往上的 所以你看科技股 代表我们电子股 电子股涨 那这个盘就不用担心 好不好 这个盘就不用担心 来再来 这里盘前新闻说什么 电金买盘回笼拉抬 所以这里你不用担心了 金融股是谁在撑 外资不会拉金融吗 他不会拉 会拉金融的是只有一个 政府 所以政府现在偏多 这个盘 电子股今天又很强 那代表说什么 这个行情你不用担心 要反弹了 好不好 你不用担心要反弹了 所以这里你要赶紧买股票 只是差别在于买什么股票而已 只是差别在买什么股票而已 你注意看 我从这一天我跟你解这个盘 解到现在 我哪一天错过 有哪一天错的 你看这一天 我说什么 我说隔天会有风险 发生了 所以我跟你讲 风险我会跟你预告 我会提醒你 要避开 机会来了 我们要掌握 这样你懂吗 我说这个才叫分析师 这个才是分析师该有的动作 不是说整天只会喊多 整天只会喊多 那个叫死多头 整天只会喊空 那个叫死空头 你注意看 一直到这一天 我再度预告风险 有没有 我说我把股票清光 这一天 3月14号 白色情人节 这一天你注意看 隔天跌300多点 所以我每次都在前一天 跟你预告风险 所以这个盘你不用担心 这个盘你不用担心 因为机会来了 我认为这里机会来了 好不好机会来了 但是这里有条件 你不要觉得 我们今天就大买特买 因为豪神说的不是哦 这里是有条件哦 这个是有条件的 反弹是有条件的 量要出来 好不好 量要出来 因为你要做一个反攻 你要做一个反攻 这个量一定要出来 好不好 量一定要出来 你注意看哦 这一天 每次往上涨的时候 都有量 你可以注意看 都有量 好不好都有量 那一直涨到今天 一直涨到这一天 量突然不足了 怎么办 所以就有风险 这样你懂吗 所以这个盘的解法很简单 有量才会上攻 没有量呢 没有量那个叫反弹 那个叫反弹 可是我觉得这一波 这一波如果启动 明天开始启动反弹 这一波的幅度不会小 好不好 目标价我等下告诉你 好不好目标价我等下告诉你 我已经算出来了 我已经算出来了 好你注意看哦 再来找到这一天 这一天啊 我再度跟你预告风险 你记得吗 这一天 我怎么预告的 我写在liet 我写在liet上面 你看这一天 4月6号15点46分 这里 我说你要有我的liet 如果你没有我的讯息 你一定要有我的liet 你看我说这一天怎么说的 我说17500这是关键 关键点就是明天开盘不要开破 如果开破的话 这里会有多杀多的风险 记得吗 开破了 所以这里为什么会跌300 这里跌多少 300多点 这一天跌300多点 我预告的 所以我每次跟你预告风险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一点 你就要提心吊胆 好不好 你就要提着提着心 你这个盘你就要留一点心 好不好 留一点 来你注意看 我说这一天是关键 关键点就是明天 如果大盘开破17500 这里会有多杀多的风险 结果隔天真的开破了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为我的讯息 因为这个就是讯息 这个就是讯息啊 你看今天开破了 怎么办 这一天开破了 我说没有我的讯息 你真的自求多福 所以你一定要拥有我的讯息 知道吗 一定要拥有我的讯息 来短线走跌彻底 找有题材的股票买 我那时候什么叫有题材 什么叫做有题材 有题材就是还没有涨 但是有题材的股票 它背后有题材 但是还没发酵 这个叫有题材的股票 这样你懂吗 来这一天你注意看 再来隔天反弹 我说这个盘还没结束 这个盘跌式还没结束 你看又跌了两天 所以等于说什么 等于说这个盘 你不用担心 这个盘你要买股票也不用急 也不用急 太急了 所以我说什么 我说这个盘为什么 为什么还会跌 为什么这个盘还会跌 因为这里大家的 大家的状况是一样的 什么状况 就是你手中有蛮锁股票 但是你却没信心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说这里如果你是主力 我之前说过了 我教你我说如果你是主力 你的主力思维会是什么 这个盘只有一条路啊 只有往下杀 因为往上拉 没有到你的成本你不会出啊 所以如果往下杀 我就可以逼你出来 把你逼出场 把你逼出场之后 我就可以拉了 这样你懂吗 所以这两天哦 这两天你看到哦 这几天的下跌 把已经把那些投资朋友洗出场 洗出场之后 这里反弹就会来了 这里就会有一波反弹 这样你懂吗 所以你看哦 我这一天说什么 4月20号我说什么 我说这里即将死亡交叉 这条叫季线 这条叫半年线 所以你看哦即将死亡交叉 那这个盘呢 这个盘就好不到哪里去啊 有没有人这里带你大买股票 这一天 4月20号这一天 这一天我记得是上个月结算 上个月结算哦 我们下礼拜又要结算了 好不好结算日子一个月一次 来这一天我说他是为了结算 因为他是拉结算 所以拉结算为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为了多单让他解套 如果他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 只是为了结算的目的而已 那这个盘你就要小心风险 你注意看哦 一天我说什么 我说没有人会告诉你风险 第二天我再度预告风险 第三天跌400点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在三天前 你能够避开风险 那我问你三天后的今天 你会不会很开心 所以我说只要你能避开风险 这个盘不是只有 你看到的不是只有获利 股市里是风险 跟获利并存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的不要只有获利 你不要只有说 哎老师 别的老师说今天会买一档股票 然后你继续跟他 哎 你这个风险你没有避开 你怎么跟啊 这个都是风险啊 这有没有风险 有啊 如果你能完整避开风险 如果你跟的一个老师 他能够完整带你避开风险 那这个盘 你才有获利可言啊 如果你能 你连风险都避不开 我整天带你买股票有什么用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我整天带你买股票是不对的 你要懂得风险要避开 所以你注意看哦 我说这一根是关键性的K线 这是给多头机会 你看哦 没多久就反弹了 开始反弹 反弹一直到这一天哦 我说什么 我说这个不叫导撞反转 这个不叫 这不是导撞反转 大盘来是 他大盘来而言他不是 但是如果说你说连电的话 我觉得他是 连电的话是哦 好不好 你不要小看连电哦 就这一只啊 这里是导撞反转哦 所以这里 我希望他不要来测这个缺口了 不要来回测 因为回测很容易会回补 所以这里如果说他直接上的话 那我跟你讲这个盘 你就不用担心了 包括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也动了啊 有没有看见台积电今天很强 一整天都撑在平板以上 一整天哦 所以他能够撑着 代表说这个盘有反弹机会 有反弹机会你就要把握 这样你懂啊 你就要把握 来你去看哦 这一天我说什么 我说这个盘你们是没信心 但是你却满手股票 结果呢 跌下来了 来跌下来了 我说这个叫最狠的手法 这是前天哦 今天是11号嘛 这是前天 前天是9号 对不对 来你注意看哦 今天是礼拜三 今天还有周结算的因素 好不好 但是你不用担心 这个盘很简单 来你看哦 前天我说什么 我说他为什么要用最狠的手法 他把你洗出场 包括昨天哦 昨天你注意看哦 昨天是不是开梯走高 我怎么预告你的 这个是我昨天的盘前 盘前的讯息哦 开盘前哦 你注意看哦 8点37分 这是昨天 8点37分 我说什么 我说美股盘后大跌 台股哦 有机会先下后上 这是昨天开盘前 来你注意看 昨天开梯走高 我说这个才叫预告未来 这个才叫预告未来 你注意看哦 这一天开梯走高 昨天开梯走高 很多人在开盘被迫出场 所以我说短线震荡后反弹 这是昨天我跟你讲的 短线会震荡后反弹 所以今天震荡了 你注意看今天震荡了 震荡完 我说准备迎接反弹 所以这里你不用担心了 这里准备迎接反弹格局 所以你赶紧买股票就对了 买什么股票才是重点 这个盘已经不是重点了 这个盘风险 风险我带你避开完之后 我接下来我就要大买股票 风险我们避开哦 你注意看哦 这每一段都是风险哦 这里一段下来都是风险 这里也是风险 这个风险你要避开 你才能在赚钱的时候大大赚 如果你风险没有避开 我跟你讲你从股票从头报到尾 我跟你讲你会 从这里报下来报到这里 如果反弹哦 如果明天真的像我说的反弹哦 我跟你讲你一分钱都没赚到 因为你还在等解套啊 所以我说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2022年操作难度会增加 因为操作难度是什么 为什么会操作难度增加 难在哪里 难在每一档股票都是涨一段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真的就结束了 所以我跟你讲在今年的格局 你一定要把目光集中在还没有涨的股票 还没涨的股票有很多了 但是我希望你挑出来都是已经涨一波了 涨一波 然后ABC你以为会走ABC三波 结果呢 他A一段就走完了 就走完了真的没了 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去期待说 已经涨一段的会有第二段出现 你不要去期待这种事 你不要去期待 所以这个盘我跟你解完了 我说这里即将准备迎接反弹 量缩不跌 所以等于说什么 这里杀不下去了嘛 这里杀不下去就准备弹 所以你看哦 主力的心态是什么 为什么这里要反弹 主力的心态是什么 他要把你杀出场嘛 但是该卖的人都卖了 该卖的人都卖了 那剩下的就不会卖嘛 所以我继续杀没有用啊 所以我就往上拉 往上拉之后 等你们卖出来 我就跑了 所以主力现在目前的思维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这里反弹 如果启动 这个格局如果启动 我跟你讲好不好 目标价了 我跟你讲想不想知道 目标价差不多16500 好不好16500 来差不多在这里 差不多在这里 所以反弹的不度不大 反弹幅度不会很大 但是我觉得你要把握 我认为你要把握好不好 该把握还是要把握 所以这里有500点的空间 这个反弹500点的空间 好不好 500点的空间 所以你不要错过了 这一波会涨谁 会涨谁 除了全资股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股票 是你不知道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一波反弹 你要把握一些股票 如果你不会选 你跟上我 跟上我脚步好不好 跟上我脚步 来我说我跟你的差别 就是在于你能根本看见未来 如果你能看见这个盘 你就会知道明天会反弹 你就会知道 我这一天 我在昨天 为什么会说 昨天会开低走高 你就会知道今天 为什么还是震荡 你就会知道 因为你看得到未来 这样你懂吗 这样看得到未来 来再来 我说你来跟我 我给你四大保证 带你进一定带你出 持股不会超过五党 节目上所有的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不跟主力挂钩 再来 来这个盘我先解完了 我说这里有500点的空间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要好好把握 这个500点的空间 好不好 虽然不多 但是你还是有赚钱的机会 还是有赚钱的机会 来再来 再来你注意看 我说我做股票怎么做的 我都是买在盘下 我带我会员买 几乎都是买在盘下 盘下买 这里出一半 再来这里全出 所以等于说什么 我说我不像其他老师去追高 你们喜欢追高我就送给你 你们喜欢去追高股票我就给你 你注意看台办这一天 我出掉是这一天 出掉是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我当下截图是红K 但是收盘变长这样子 变这样子 叠下来 所以这里我相信很多人追进去 你会不会今天还套牢 你会不会今天这一支你还套牢 你还在等解套 但是我已经在买下一支了 来我把抽出来的资金 转到这里 所以你们还在等解套的同时 我已经在赚第二档了 所以我说很多时候操作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一档股票从头报到尾 你不要认为他基本面好 从头报到尾 我问你 你说台积店基本面好不好 非常好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从六百多块报到现在的 剩五百多 真的有 真的有 有人买在六百多 觉得他未来会上一千 因为外资报告写的 外资报告写一千 结果你从六百多听他的话 报到现在剩五百 你认为你冤不冤枉 所以我跟你讲不要去看基本面好不好 主要是他的筹码干不干净 台积店有没有涨过 有啊从两百块涨到六百块啊 难道他没有涨过一波吗 有啊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追 你去追高的下场就是现在剩五百 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2022年 你要操作的一定是他没有涨过 但是有题材的股票 台积店有没有题材 有啊三奈米啊 他有题材啊 但是已经涨过了啊 这样你懂吗 所以你要寻求的股票是还没涨的股票 是还没涨 你记清楚是还没涨过的股票 来再来 我说我这里买 我把他抽出来资金往这里买 台办抽出来资金嘛 这里买 我再买在这里 隔天涨停 我说买股票就要这样 要买在低档 买在低档之后隔天涨停 这样你才能赚钱啊 你这样才能赚钱啊 再来你去看这一天涨停 对不对 一根长红 我相信如果说你这一天猜得出来 他是谁的话 你记得吗 这一天我当时盖牌 如果说你猜出来他是谁 来我问你这一根你能不能赚到 这里你能不能赚到 这开盘不是开盘就涨停哦 是开在盘下哦 他是开在平盘以下哦 所以你有没有赚钱机会 有啊很多啊 但是你有没有把握 没有 你注意看哦 我这天卖出 来这是第一趟嘛 第二趟做当冲 第二趟我做当冲 再来第三趟 来你注意看哦 我说我涨跌都拿出来跟你讲 涨或跌不管涨或跌 我都拿出来跟你讲 到今天我一样小套 我直接告诉你 所以我说这个盘 这个盘跌成这样哦 你看这个盘哦 跌成这个样子嘛 来我的股票小套 我相信你的股票应该是大套牢了 所以你不要拿你的股票来跟我比 老师你的小套哦 没有 我只跟你说 这是我其中一档股票 这是我其中一档股票 你注意看哦 这是一档嘛 这是第二档 来你注意看哦 一直到今天 我还是赚钱的 我从这里抱到这里 我说这个叫波段股 这叫波段股 好不好 第二档第三档在这里 一样我还没跑 因为我认为他的资金还没跑 我说做股票就要这样 来我说下一档 这一档我等着你 我等着你一同跟我进场 一同我们一起进场 来再来我说师生不等于专业 你不要只研究技物分析 因为技物分析 我跟你讲 你会害了你 你会盲目 你会 你会 你会觉得说 你的你的心态 都被主力抓到 因为你不知道他研究的是筹码 他控制的是筹码 所以你你注意看 我说你要来你来跟我 我给你四大保证 我带你进一定带你出 持股不会超过五档 节目上说的股票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不跟主力挂钩 来看这里我们看这里 这里 我说你们都去加入lieter 因为加入lieter 我跟你讲我每天都会发讯息在这边 每天我都会发一封 至少一封讯息在那边 所以我刚刚说的 我说如果你没有我的讯息 你去加入lieter 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资讯好不好 今天有一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